要擺脫以上所說的慣性,我們可以學習靜觀 如實客觀地覺察當下的事物和自己的慣性反應 要面對身體上或情緒上的痛楚 我們如何看待和回應痛苦 對痛苦的程度有很大關係 我們越抗拒痛苦的話 就越容易勾起更多負面的思想和情緒 令痛苦更加強烈和延長 例如,我們嘗試叫自己不要想一些不開心的事 但這些不開心的事始終都會再浮現在腦海 好像把球按下水底,最後又彈上來 出現又會再牽引著我們 可能讓我們捲進去轉牛角尖 相反,如果我們能學習靜觀 如實地觀察和接納我們的痛楚 我們會觀察到它慢慢改變 自然的出現和消失 就是像看著球自然地在水面飄下飄下的 不需要推開它 同樣,你會發現短暫的開心 並不代表長久的快樂 所謂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 我們平時追求的歡愉並不長久 越追求,只會越被外在事物控制 難以示不 例如有些人喜歡買東西來滿足自己 買那一刻就很開心 但買也還是覺得不夠多,不夠好 得不到長久的快樂之餘,還被物質控制了它自己 透過靜觀,你會發現所有的歡愉 痛苦,壓力等等的感覺 都是會出現和消失,不斷地變化 想活得更加自在 我們就要學習減少給外來環境 或者內在感覺支配著我們 如實地觀察和接納當下的所有經驗 留意自己的慣性反應 將慣性反應轉為有意識地作出合適的回應 這樣我們就能活在當下感到身心平安 生活也變得更有自由和選擇 上面說的歡愉和痛楚可能抽進了些 但透過靜觀要留心覺察的 是此時此刻所有經驗 包括你的想法、情緒、身體感覺、行為、外在事物 並且放下批評和抗拒,學習接納它們 當我們比自己更深入地接觸和觀察自己的內在經驗 就會慢慢發現不同的經驗是會不斷變化 例如一日入面會有不同的心情 有時不開心、有時好氣憤 情緒的強度也會不斷改變 Created using Paltoon Created using Paltoon 而是不斷改變